下来关心担心妈妈罗秀凤三子抚养权诉讼的最新进展 高婷今天驳回了玻璃市宗教及马来封锁理事会 寻求对改教子女提供伊斯兰教育的申请 除了认为申请人毫无理据 也考虑了三名孩子跟法庭面谈时 表达了不想当穆斯林的意愿 法律不强迫孩子做不想做的事 高庭法官哈亚都表示他在考虑了所有事实和论据之后 认为播宗会的申请没有法律依据 因此驳回申请不对堂费做出预令 法庭也基于孩子多年来所承受的创伤经历 长期饱受不必要并且没完没了的争吵 这不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 法庭预令各方必须接受这个局面 别再否定和干涉三名孩子的成长过程 并尊重他们已经是成熟的孩子 况且法律不应该强迫孩子 做他们不要做的事情 法官提到三名孩子在面谈中告知 他们希望和母亲在一起 没有意愿接受伊斯兰教育 并且害怕曾经虐打母亲的涉毒父亲 换句话说 现年34岁的罗秀凤 取得了一对15岁双胞胎女儿 以及12岁儿子的完全监护权 孩子也无需接受玻璃市宗教局的监督与探视 不得了一对15岁的罗秀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